一欢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缠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或一世,最难的不是赚钱 而是管好自己的嘴 开口就说,看似为了别人好 其实是以己之心,赌人之腹 令人讨厌 一经理说,言语是导致祸患的台阶 一个人到了六十岁之后,就是家里的长辈了 别总是口无遮拦,败了家里的风水 应该退休享福了 有话好好说,没话就沉默 与人交谈的时候要学会隐藏 以下五个话题避开为好 一,避开抱怨儿女的话题 多一分理解 米大姐常常对自己的孩子说 邻居家的儿子在某公司的高层管理 年薪几十万 亲戚家的女儿虽然只是普通大学毕业 但很懂事 在一家小企业上班,月薪过温 两位置疑就是自己家的儿女都不争气 根本就入不得她的眼睛 孩子是别人家的好 开口闭口就给别人点赞 这是母亲教育孩子的首选方式 李大姐还喜欢说一句闹心的话 我的女儿没有良心 一个月都不来娘家一次 拿钱给父母的时候小齐得要命 诉书中说 以言取愿者祸 每个人的前程不一样 赚钱的途径也不一样 真的不必把自己家的孩子当成上等人 不要用其个别的厉害人物和儿女作为比较 人比人气死人 六十岁之后 你的儿女已经是成年人了 他们的自尊心很强 工作也很努力 最后还是落后于人 也都是有情可原 你的抱怨 就是把两代人之间的距离 越推越远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 这种管教方式 适合任何年级的儿女 作为父母 藏住了抱怨 就会习惯说和气的话 二 避开显摆过去的话题 要活在当下 俗话说 我好汉不提当年勇 人过六十 过去有什么成就就别提了 如果你不愿意扶老 那么你就必须成能 最忌讳的是 你一开口就说 当年自己在单位上有多厉害 做了多大的贡献 把过去的荣耀 当成炫耀的资本 无心中就重伤了那些普通人 有的人以老领导自居 常常安排一些老下属 为自己服务 一次两次老下属给你面子 但是次数多了 就会有人顶嘴 让你浑身难受 不管是职场上的破事 还是过去的感情纠纷 赚钱的快乐 都不要说了 藏在心底 慢慢变得模糊 最好不过了 认过六十 不少人都经历了几番的起落 因此会把自己过去 功成名就的故事 实时提起 当作谈资 其实人应该清楚一个道理 你过得如何 其实与别人无关紧要 偶尔谈起过去的成就 倒是无妨 可你要是老显摆个没完 时常挂在嘴边 只会和祥林嫂一样 令周围的人 连听都懒得听 三 避开数落而起 女婿的话题 尽量是如己出 有一次我到外地出差 在一个小饭馆 听到老板跟别人聊 她家里的事 其实 都是围绕她的儿媳妇 她的儿媳妇是上海穿杀人 家中独女 这姑娘不会做饭 也不做家务 整天像个大小姐一样 不是躺着就是坐着 作为一个上海女孩 不会做饭 好像也蛮正常的 但她儿媳妇是穿杀人 在她的观念里 穿杀人不属于上海 是上海的农村人 于是乎 作为一个农村姑娘 她理应要会做饭 会照顾老公 而且人生目标最好 是待在家里看孩子 教练觉得 她儿子找了个什么 事都不会做的老婆 是吃亏了 这个小姑娘啊 完全就被她的父母 从小给宠坏了 那么教练的儿子 承担了小家庭的 大部分家务事吗 也没有 据她对儿子的描述 这小伙子在家 也是从来不干活的 那你们家培养了 一个大少爷 为什么别人家 就不能培养一个大小姐呢 男小女照顾不好 自己很正常 所以她才 需要找个女人吗 总之 男人不会做饭 生活邋遢 说明她有事业心 有男人味 女人不会做饭 就是被她的父母宠坏了 有些老人 老儿女和儿媳 女婿分得很清楚 似乎外人永远是外人 无法融入到自己的大家庭 比方说 儿子的家庭很富有 房子有好几套 车子有好几台 也有工厂 老儿一开口就夸儿子很厉害 然后 说就是媳妇没有找到 拖了后腿 简然相反的言辞 让媳妇很没有面子 并且 这样的话 绕了一个圈子 就到了媳妇的耳朵里 挑拨了薄习关系 聪明的老人都夸奖 儿媳和女婿 努力掩饰他们的坏处 适当的时候 会说自己的儿女不太好 幸好婚姻不错帮了大妈 要知道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进了一家门 不说两家话 家里都是自己人 你别糊涂了 四 避开媒不幸的话题 照顾老伴的情感 前天 在小区的游园里 招奶奶数落了 刘爷爷一顿 这事令人惊讶 都是七十岁的人了 应该过了争吵的年纪 究其原因 就是刘爷爷 对小区里的人说 当年 她的单位上 非常优秀 有女同事爱慕她 还约她去旅游 要不是看在结婚多年的份上 她一准要离婚 张奶奶吃醋了 怒气就涌上来了 别以为 老夫老妻就可以 口无之烂地聊天 爱情的世界里 永远都揉不进沙子 不管是自己和 别人安眠不清 还是别人家的爱情丑闻 都不要说 当然 老人也不要和 异性朋友聊得火热 做对不起家庭的事情 结身自好的老人 更受人尊重 五 避开 以老卖老的话题 降低 做人的姿态 我们家乡 有这样一种观念 老人们走过的桥 比年轻人走过的路长 吃过的盐巴 比年轻人吃过的饭更多 老人们有经验 对事情看得通透 这是事实 但是老人对年轻人的事情 指指点点 思想过于迂腐 是令人讨鲜的 时代不同 机遇不同 人们的观念也不同 来一套的东西 值得参考 但是不能够强加于人 比方说 网络行业的发展 老人多半不太清楚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不要把自己的思想 强加于人 更不能对别人的事业 贫头论足 提出建议 但不要求别人 按照你的建议去做 这才是真正的善意 采根坛里有两句话 冷眼观人 冷耳听语 冷情当感 冷心思理 五身 以小天地也 时喜怒不言 好饿有责 便是 便理的功夫 老人要学会 冷静观察 思考 倾听 理解 不要信口 开合 说了偏激 和曲解 仁义的话 把身体 当成一个世界 不管愤怒 还是高兴 有什么过失 都要藏得住 人心就是一个 百宝箱 你说大就大 你说小就小 看清了别人 搞清楚了自己 还能揣着 明白装糊涂 这样的老人 一定是说话的高手 言语就像 大自然一样 有季节变化 也能够顺着 时代的发展 来来去去 不管是在家里 还是在外头 都要以何为贵 不管年纪多大 静坐长思几过 闲谈 莫论人非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 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 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 永远 不会孤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